正月初一最好的招财方法 养招财鱼于自古就被视作吉祥之物 皆因取其鱼与鱼同音 便是俗语所说的年年有余 在风水学上 好的风水是藏风蓄气的水 以得水为上 家中气场处于流通之中 很容易被风吹散而打破循环平衡 但遇到水便会停下来 因此水可以使季运流通平稳 养鱼最吉利的树木是一尾四尾六尾及九尾 各位希望利用养鱼做规划 催财者要多加注意 百花瓶插鲜花瓶子寓意平平安安 同时也招来吉祥和平安 为什么古代的时候家里摆很多大瓶大罐 其实也是调整风水格局 如果单身的朋友想获得好的桃花 可以在家中桃花为上百上鲜花 可以招来美妙的爱情哦 开门炮帐大年初一 开门大吉 先放爆竹 叫做开门炮帐 爆竹生后 碎红满地 灿若云记 称为满堂红 寓意一年红红火火才圆广进 切记要毅然而尽 不要中途熄火不然来年家运不好亦破财 正月初一当天最好吃素食 俗语说初一吃天斋胜过一年斋 因为斋与斋同音 吃斋饭就是把各种灾难全部吃掉 保佑一家平平安安 旺财旺运 农历正月初一是一年极强的开始 最好不要赌博 要是输了一年的运气都不好所谓的点碑 当然也不要生起白天不要睡觉 想要改变运气就得乐乐呵呵的过年 要想改变运气 食物较匮乏的冬季 为原类野生鸟类提供食物 可以在早晨拿一些米到公园 或者社区有鸟或动物出没的地方 多放几处米给众生吃 冬季互生功德无量 说祈福是心理作用也好 说是真有神灵庇护也好 过年正月初一上午的时间 到寺院上个香 祈个福 对全年运气的提升 绝对有一个较大的帮助 条件许可 不妨捐些香油钱 而且建议如果农历新年期间 到寺院上香祈福 请选择上午 白武帝钱 五帝钱具有招财进宝 必携望家运的功效 五帝钱得天地人三才之气 加上五帝之地威 故能振宅旺财 并兼具华煞功能 还能强化主人自信 化解六神有无主之缺陷 佛说不做这六件事 生活才会越来越富裕 紧记 有人说自己的生活过得一团糟 不知道怎么才能过得顺一点 那就紧记日常远离这六点 要言语律己 自己的生活才会越来越顺 一杀生 弥勒菩萨 济云劝君 秦放生 终究得长寿 若发菩提心 大难天虚旧 吉祥前几天说过放生的功德 让人不可思议 可想而知 杀生的果报 就有多严重 杀生可以说是在所有罪业中 最深的 也是一切行为中 罪者福分的一件事 杀生最能得到体现的 就是在工作中 诸事不顺 身体多病 常常怨气重 生活过得很拮据 相貌渐渐变得丑陋 从而影响自己的寿命 所以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不可买活物杀死做菜 不可伤害小动物的生命 那样 我们的福分就不会被折损 寿命就会得到延长 二 发脾气 一个人发脾气的嘴脸 该有多丑陋啊 发脾气骂人的声音 就像狼叫一般 经常发脾气的人 就是佛菩萨也是救不了的 每发一次脾气 自己的功德便会少一分 所以常常发脾气的人 早晚会发现自己的福德 早就流水般不复存在了 世界上最没有福气的 就是冲他人发脾气的人 三 说他人坏话 艳雨有云人平不语 水准不留 有些人平时不说话就难受 嘴巴总是说个不停 到处都能听到他唧唧喳喳喳的声音 还爱在背后造人长短 说他人坏话的人是非常损服败路的事情 求什么都不顺 若是真正修行之人 必会珍惜光阴 把这世间都用在念佛上面 似怨天尤人 搬弄是非 印光大师说 遇到逆境不怨天尤人 并有后福及子孙兴兴盛 在生活中遇到任何事 不抱怨常努力 人有不好处 也要学会掩藏几分 这是魂后遗养天 是是与非非 不说不问 说他人是非 是破坏天地的德气 从而会引起鬼神怨憎 诸事不随 五到处炫耀自己 常常听到一句话说 一个人炫耀什么就是缺什么 这句话也不无道理 一个人炫耀自己 就会自满 会招来人天鬼神 极度破坏 炫耀什么 将来就在什么地方失落 所以 要做谦卑之人 六不尊重父母长辈 有人总是目中无人 对待父母长辈 甚至是老人都口无遮拦 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完全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 要知道 父母可是我们的第一大福田 啊这些对父母不尊重的人 念佛有什么用呢 以上六件事情 在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 一定要严于律己 使自己远离这六件事 自己的生活才会越来越顺 真心 从来就不在嘴上 而是在行动上 这世间 最不罕见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从出生以来 我们的生命每天都会上眼 形形色色的遇见 然而 千万人中 有谁能够真心相待 哪些出现在身边的人 又有多少只是表面的寒暄 在经历很多次敷衍与背叛后 我们发现真心不在嘴上 而在点滴的行动中 对于朋友来说 真心永远不是多么华丽的辞早 而是雪中送炭的行动 有位富商 与朋友一同出海远航行 忽然 风暴骤起 坐在船边的富商不慎落入水中 其中一位朋友装作交集万分的模样哀嚎 手却偷偷伸向了富商的行李 一位朋友看似关心地分析 助营救富商的可能性 却半点没有援手地表示 只有一位平时寡言的朋友 不顾危险 第一时间跳下水把富商救起 这个故事就是现实的映射 与人相处中 我们会发现总有那么一些人 他们只会动嘴 常常打住真心实意的幌子 欺骗我们的信任 常常以热情关怀的名义 冠冕堂皇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他们那些没有行动支撑的语言 只是须有其表的华丽空壳 没有半点真心可言 正如俗话说的假朋友动嘴 真朋友动腿 一生当中 那些看似远离 实际上是可关注住我们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 能够拉我们依法的人 才是真正的友谊 感情里承诺并不是爱唯一的表达方式 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说爱你 但会用实际形容来告诉你答案 有些人可能不会甜言蜜语 但会不遗余力对你好 严格林的小说陆范燕石里 陆燕石与冯婉玉的爱情 最让人感慨 在陆燕石入狱被发配到西北的大荒草墨 众叛经理 只有冯婉玉 一直在他身边 不离不弃 他没有计较先前陆燕石的怠慢与无事 用半个月的公司买来大闸蟹 熬几个夜晚 做出沉甸甸的一大罐蟹黄 给于狱中的陆燕石送去 他用尽一切努力 换取陆燕石的匠行 他们之间的爱 没有那么多的海誓山盟 有的只是一颗星星相惜 生死不离的决心 现实也是如此 爱情在心不在口 说的再多都不如陪伴与行动真实 人这一辈子 谁每天花言巧语评出 遇事就夺远 谁在我们有难的时候 出现一直陪在身边 历经千凡 我们终会见明 无论是友情亲情还是爱情 真心不在嘴上 而在切切实实的行动中 其中蕴含了无限的关心与善意 身上有这三种味道的人 多半瞧不起人 别与之深交 人与人相处 重在一个合字 合气能交天下有 邻里何则圣远亲 家庭何则万事经 国人向来以何为贵 以礼待人 作为礼仪之邦 古时的思想家 倡导天下大同 人人平等 而在现在的社会中 古人的孝涕中信 礼仪廉连迟也同样适用 也是我们必须遵守的人生巴德 请不吝点赞 订阅